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呃 各位現場的愛動美的來賓大家午安 下午好 好 我以為我上台會聽到尖叫聲欸 謝謝 對 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做吳怡婷 來自台北戰前中心 呃 口天吳 依人的依依 婷依的婷 那我每次都會說如果大家覺得 怡婷人如其名的話 可不可以給我點掌聲 謝謝 呃 那因為今天為大家帶來是這個 我特別幫大家準備是魚油的這個 這支產品的深入的一個分析啦 然後如果說你想要聽全產品的話 可能會有一點點失望 可是我相信說我昨天特別熬夜 準備這個教材啊 做這個大幅度的修改 應該會讓大家對魚油這個營養成分 有更深入的一個了解 所以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是八種 你所不知道的魚有好處 那在一開始之前的話呢 我想給大家看一張圖片好了 這兩張圖片其實是艾斯基摩人 那曾經一直在 在西元1971年代 就是非常久以前 有科學家班跟戴伯格是瑞士的兩位科學家 丹麥的兩位科學家 他去研究為什麼艾斯基摩人 他們生活在冰天雪地之下 三餐都沒有吃到任何的蔬菜跟水果 照理說應該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會非常的高 可是艾斯基摩人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卻比一般的健康飲食有吃到蔬菜水果的人 還要來得低 所以這兩位科學家班跟戴伯格就去研究原因在哪邊 結果他找到原因了 原來艾斯基摩人就是因為長期每天有補充 攝取足夠的Omega-3的脂肪酸 後來這個研究發表在這個很具權威性的醫學期刊 而且得了當年的諾貝爾的生物醫學獎 所以當時開始世人對Omega-3脂肪酸這個營養素 有初步的一個認知 我們發現說原來油脂也有份好油跟壞油 那所謂的好油就是我們今天遇到這個Omega-3的脂肪酸 這一定要跟大家特別強烈的說明一下的話 所謂的Omega-3的脂肪酸 它的主要成分是EPA還有DHA EPA跟DHA 這就是所謂的有效的成分 所以很多的醫學證據或者是臨床實驗 它來給這些受測對象補充Omega-3的脂肪酸 一定就是著重在EPA跟DHA 那也因為我們知道說它的有效成分是這兩個成分 所以也可以讓我們去挑選市面上的魚油 如果某某品牌某某魚油 它的EPA跟DHA連含量多少都沒有標示出來的話呢 那代表通常台灣的個性是 它如果有含量的話它一定會標出來 那如果沒有標的話是不是含量很低 那這樣的品牌我們就不考慮 因為我們在吃魚油的話 要吃的就是EPA還有DHA 這兩個有效的成分 那接著的話呢 這裡我覺得這張圖片很特別的是 以前因為 以前的科學家因為對這個人類的飲食 油脂的飲食沒有太深入的了解 那後來呢漸漸研究發現說 反式脂肪酸對心血管疾病不好 反式脂肪酸都是動物性的嘛 所以開始很多學者就說 我們不要吃反式脂肪酸喔 改吃 不要吃飽和脂肪酸 不要吃反式脂肪酸 改吃植物性的就好了 那植物性的油種有很多嘛 像是大豆油 沙拉油 葵花油 玉米油等等之類的 後來發現這些植物性的油脂裡面 Omega 6的脂肪酸的比例都太高 而Omega 3的脂肪酸的比例太低 就是大家看到這張圖片的最右邊 6系列的脂肪酸的攝取量越來越增加 可是3系列就是藍色那個3系列脂肪酸的攝取量 卻越來越低 那其實6系列的脂肪酸在身體裡面走向的是 促食發炎 會讓你身體產生炎症的一個反應 而Omega 3的脂肪酸它在你身體裡面走的是抗發炎的一個動作 所以當你的飲食 你的3系列抗發炎脂肪酸越吃越低 人的身體就會走向一個發炎的一個狀態 所以開始很多文明病會出來 像是癌症 像是過敏的一個問題 然後像是自體免疫疾病 甚至這個憂鬱症 心智的一個健康的一個部分 憂鬱症的一個部分 甚至很多皮膚方面的那種怪病啊 發炎等等之類的 這些症狀聽起來好像是文明病 事實上現在已經有非常多的科學證據發現說 這些證據都是因為體內的身體在發炎 因為你的3系列脂肪酸攝取不足夠 那很多時候啊 很多醫生或很多人 會對於這個疾病束手無策 是因為他不知道如何做處理 那今天透過這張圖片我們知道原因在哪邊了 原因在哪邊 是不是3系列脂肪酸吃太少對不對 那怎麼辦 對啊 就這樣啊 這麼的簡單 你會覺得好像很簡單對不對 可是要發現這個問題非常的難 發現這個原因非常的難 那今天很多人只是不知道原因在哪邊而已 透過這個科學證據就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所有的人 包含我自己可能3系列的脂肪酸 如果說只是透過日常生活中的飲食的話呢 絕對攝取不夠 所以你身體一定都在發炎 所以現在才會3個人或1個人得到癌症 3個人就1個人過敏 然後可能每10個人就有1個人是憂鬱症的 這個比例非常的高喔 那接著現在這裡的話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啊 魚油這個有效成分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很成熟的保健成分了 所以也有非常多的科學研究 所以接著我想要跟大家講的是 這個保健成分針對8種不同的 你可以講器官 或者是不同的一個臨床性的一個運用 那這8大運用的一個範疇 都有所謂的臨床試驗 所以是實際有這樣子的一個患者 透過補充了魚油之後 改善他的症狀的 所以所謂的臨床證據的話呢 那個可信度都已經非常的高了 那第一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其實魚油跟胎兒的大腦 還有胎兒的健康有關係 那這篇研究呢 它是怎麼做研究呢 孕婦在懷孕的過程中分成兩個組別 有一個組別很幸運的 他懷孕的過程中有吃到魚油 那另外一個組別在懷孕的過程中 是沒有讓他吃魚油的 那結果他們就順利的懷孕 然後生下小朋友之後 生下來的這些新生兒去做智力測驗 去做這個嚴守協調的能力 結果發現說 當媽媽在懷孕的過程中 有補充足夠的 Omega-3的脂肪酸 生下來的小朋友比較聰明 智力測驗比較高 然後甚至很多這個什麼發展 那個遲緩的現象都不會有喔 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讓你家的小朋友 贏在起跑點之上的話 什麼時候要開始吃魚油 對 所以不用再問懷孕的時候 可不可以治癒喔 懷孕要吃 這樣你的小朋友才會贏在起跑點之上 那最怕就是贏在起跑點 到最後輸在終點怎麼辦 怎麼辦 對啊 就繼續吃啊 本來就是這樣啊 那今天的話呢 如果說有個保健成分 可以讓他免於 讓他自力比較聰明的話 我相信很多父母是願意投資的 那這一篇研究的話呢 他要把劑量給寫出來 大家可以用紙跟筆做個紀錄這樣子 每天這個孕婦的話呢 建議是每天3.3公克的 Omega-3的一個脂肪酸 那當你有這個劑量的一個依據之後的話呢 如果說你有相關的魚油的產品 你就可以反推回去要吃幾顆 那接下來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針對心血管的一個部分 那我相信在座各位應該平常都有在做 身體健康檢查嘛 那身體健康檢查 針對心血管的一個指標的話呢 如果說是魚油 魚油有幫助的層面的話呢 有兩個指標 第一個是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TG 那第二個是腫膽固醇 所以如果說你的身體狀況是這兩個指標偏高的話呢 已經有非常多的科學研究告訴大家說 你可以補充魚油這個成分 它可以有效的降低你的血脂異常的一個部分 好 那第三個Omega-3脂肪酸 就是魚油的運用範疇的話呢 就是肝眼症 那大家應該都知道是我們愛多美有一個 跟眼睛保健相關的營養成分對不對 哪一支產品 對 葉黃素 那事實上我們愛多美的葉黃素 它的配方已經非常的完整 劑量也足夠 因應針對各式各樣的眼睛的不舒服了 但是呢 有一個例外就是肝眼症 肝眼症的話呢 它的成因我要說明一下 你才知道說為什麼要建議它吃魚油 肝眼症是因為眼睛在分泌類腺的這個腺體 發炎阻塞了 所以它的淚水沒辦法從它的淚線流出來 才會有肝眼症的一個問題 那透過剛剛的說明 大家應該都知道說 魚油是一個非常強烈的抗發炎的物質嘛 所以用在這個上面的話呢 它就可以讓發炎的淚線做消炎的一個動作 所以就可以改善肝眼症的一個問題 那這邊有特別顯到說 有特別講到其實肝眼症的症狀 可能一般人不太了解 其實現在因為滑手機的人使用電腦的頻率增加 所以肝眼症有越來越年輕化 那肝眼症不是只有眼睛乾而已 像是什麼呢 它可能會覺得老肉油 它不會流眼淚 可是它會流眼油 然後或者它覺得眼屎特別的多 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出現 或者是有強光它會很味光 會有這樣的一個症狀 那很多時候的話呢 尤其你在經營愛多美的過程中 是不是常常去夥伴家工商服務一下 那又是今天那個阿伯啊 他跟你講說 我告訴你我現在最近不知道怎麼 我就是在的老肉油 我肉質很多 要是你今天沒有聽完這堂課 你就覺得說 他一直在說什麼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你沒有感覺耶 可是今天你聽完說 原來它的岩石很多流眼油 就是因為肝眼症的問題 你就是要說 你這個就是肝眼症啦 你滑太多手機了 所以可以試試看我Omega3的脂肪酸喔 可以當作一個保健 就可以這樣來做一個推薦 好 然後第四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魚油針對癌症的發生率 還有死亡率 也都有這個很明顯的一個效果 那以台灣來講的話呢 近年來啊 如果說是男生部分的話呢 大腸癌跟受腺癌的發病率是 越來越高 那女生的部分的話呢 一樣的是大腸癌跟乳癌的發病率是 這個離病率是越來越高 那我想問大家 有沒有固定做這個癌症的篩檢 每年做健康檢查 有嗎 如果說你只是做身體健康檢查的話呢 你身體的健康狀態是沒有改變的喔 那一樣的有人會去保保險嘛 防癌症 那你在保完保險的過程中 你身體就變比較健康嗎 沒有嘛對不對 所以防癌症要不要保 還是要 健康檢查要不要做 還是要 對 但是呢 只有營養成分 可以在你身體在於一個 還很健康的狀態 或者是已經亞健康的一個狀態 它首先優先 積極性的去改善你身體的一個健康 是這樣的一個方式喔 如果說你是初期的乳癌 或者是受腺癌 或者是大腸癌 通常治癒率都還蠻高的 那如果說你有規律的補充 Omega-3脂肪酸的話呢 可以有效的降低 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的復發率 可以有效的降低復發率喔 那如果說你是跟我一樣 是健康的一個狀態的話呢 如果有每天的補充 Omega-3脂肪酸的話呢 一樣的可以有效的降低 你罹患癌症的風險 這才是真正積極的對待 自己身體的健康 因為愛多美做起來之後 身體的健康真的很重要 才能活久一點 領久一點嘛 好 接著的話呢 第五個部分的話 是精神疾病 那精神疾病的話呢 一樣的 其實以前大家會認為是文明病 不知道原因 所以這一組科學家他非常的創新 他去研究精神疾病的患者 他的體內的一個營養狀況 那抽完血之後 分析了所有的營養指標 結果發現說 嗯 怎麼都跟健康人差不多 後來他就想到說 嗯 那除了血液的指標之外 會不會問題出在腦脊髓液 他就想到會不會是 出在腦脊髓液 所以他就是這個科學家 他就是測了精神疾病的患者 他的腦脊髓液 就是大腦跟脊髓液中間 要有液體的喔 才可以讓你的大腦 在你的走路的過程中 或跳躍的過程中 不會撞到你的頭蓋骨 所以有一個緩衝的這個腦脊髓液 所以他去抽了精神疾病患者 他的腦脊髓液 分析他的營養狀況 結果發現呢 精神疾病的患者 他的腦脊髓液裡面的EPA 還有DHA的濃度 比健康人還來得更低 所以呢 就讓精神疾病的患者 大量的補充 Omega-3的一個脂肪酸 每天2.4公克 一段時間之後 再去幫這些精神疾病 做他這個憂鬱的評量表 做分析之後 就發現他的憂鬱的狀況 改善非常的多 很多時候你會發現說 今天人會生病 不會是缺乏藥物 藥物是後天合成的 是用來緊急的狀況 來治療你的疾病 但是你會 當你知道這個原理之後 你會發現 世界上有非常多的疾病 都是因為缺乏營養成分所產生的 那很多時候 只是因為我們不知道原因 今天知道原因之後 你就是做就對了 吃就對了 吃是最簡單的事了 好 那接著第六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針對臉上的青春痘 我相信我們愛多美的保健 這個美容保養品 像是清潔四件組 控油三件組 六件組等等 都對肌膚的護理 有它一定的一個效果 但是如果說可以內服外用 那不就更好 所以其實魚油 因為它有這個非常優越的 抗發炎的一個成分 所以針對臉上紅腫的這個青春痘的話呢 透過補充的話呢 也可以有效的改善 紅腫的這個發炎 腫脹甚至是這個樹木 顆粒素也可以有效的降低 所以青春痘的話呢 也是一個我們可以建議的一個對象 然後第七個的話呢 就是類風濕性關節炎 其實是所有的自體免疫疾病 都是在這個範疇裡面 那其實類風濕性關節炎啊 是身體的免疫系統太強烈了 所以攻擊自己的組織 自己的器官 那像攻擊關節就是關節炎 那攻擊皮膚可能就是紅白性囊瘡 那攻擊脊椎就是僵直性脊椎炎等等 以此類推 那攻擊這些器官啊 你的器官會產生一個現象就是發炎 腫脹嘛 會痛嘛 所以今天一樣又是魚油 它是天然的消炎藥 所以它可以透過 當然它中西醫是兩個 互相合併做使用的 它的西藥還是照醫生的醫主 好好的做配合 但是額外的再幫它加上 有利它身體保健這個營養成分 目的是希望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 它對藥物的依賴 因為類風濕性關節 這種自體免疫疾病的一個患者 最為人詬病的就是它的藥物 對身體的副作用非常的強烈 甚至有些會用到一線的抗癌的用藥 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對不對 甚至其實得到這個類風濕性關節 或那些自體免疫疾病 是會領重大傷病卡的 對 所以這個的話 大家知道這個方法 也可以來改善會員的一個健康 那第八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阿滋海默症 阿滋海默症的話呢 一樣是大腦退化的老化的一個疾病 那這裡其實 一樣的透過補充魚油之後的話呢 可以有效的減緩大腦退化的速度 其實大腦啊有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組成都是脂肪 都是油脂喔 而且這個油脂的話呢 絕大多數都是EPA還有DHA 所以你就知道說 喔 原來魚油對大腦的這個營養有多重要了 所以透過補充足夠樣的這個魚油的話呢 也可以有效的隱緩阿滋海默症的一個發生 那所以其實Omega-3脂肪酸從頭到腳 從在肚子裡面到下台一鞠躬 都有它的這個運用的一個層次在 這邊這張總表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那有的時候啊 在現在這邊的話呢 我想要講一下比較反面的一個訊息 為什麼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會在新聞上面啊 會看到說某某營養成分吃的對身體沒有幫助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啊 醫學期間啊做出來這個研究 什麼魚油補充魚油對於這個顧心臟 沒有這個幫助的這個醫學期間啊 做完之後我們看到也不用害怕 原因有很多 首先第一個 它吃的真的是魚油嗎 那第二個 怕魚油吃多久 那第三個 魚油吃盡量吃多少 很多因素會影響到說 到底魚油有沒有對於這個保護心臟 是有這個保健功效的 對 所以如果當你一一的釐清之後的話 你更可以告訴大家說 你魚油如果吃不滿多久的時間 不會有效 你就是一次要買幾瓶 那是我心中會不會是 是這樣子的一個依據喔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有準備幾個可能會出現的狀況 第一個我們要去釐清 也許你在推進你的會員的時候 他就說我以前吃過魚油 我都沒有效我都買那個 什麼電視購物的啊 或網路都沒有效啊 你就問他 你吃的真的是魚油喔 他就說有啊 我之前就買這個啊 不然電視就會賣這個嘛 不然有的時候網路購物就會出這個啊 我就看他都有折扣 我都會買 你們這個都有看過嘛對不對 那其實這些有它的一個作用在 我先澄清一下 魚油的有效成分再講一次 EPA加上DHA 那魚乾油它的有效成分是什麼 維他命維生素A D E K 完全是截然不同的營養成分耶 完全不一樣的喔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 那有那八大的一個疾病的話呢 你吃魚乾油會不會有效 當然不會有效啊 所以要是剛剛那篇美國的全約權威的期刊 他做了這個壽視 受測者他吃的是魚乾油 但是他就成為一個無效的問訣 我覺得魚有沒有效 然後你就會有這個誤判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們要去做一個釐清 那再往下看的話 因為魚乾油來自魚的肝臟 所以你會擔心有重金屬污染的一個問題 那EPA跟DHA來的是魚肉 魚肉身上萃取的一個油脂 所以它的部位也不太一樣喔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鯊魚油它的成分是角砂溪 那角砂溪很吊詭的是啊 它吃到你身體裡面經過酵素代謝 馬上就會轉化成膽固醇 那我就覺得說 那怎麼電視溝溝會賣這個 好奇怪喔 好 那第三個海豹油的部分的話呢 它的主要成分是什麼 有EPA有DHA 但是有角砂溪 那這樣吃完是 我也不知道耶 吃完會怎麼樣 嗯不知道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啊 你要先確定的是 你吃的真的是魚油 那接下來 魚油出在魚身上嘛 我要請大家挑選的是 小型的魚種真的很重要 因為其實大家 現在新聞媒體都非常的多 小型的魚種是落在生物鏈的最底端 所以它吃的是浮游生物 吃的是藻類 所以它比較不會有毒素堆積累積的一個概念產生 但是大型魚像是鮭魚或者是鮪魚 這都是大型的肉食性的魚類的話呢 它吃的是中魚 它吃的是小魚 它是位在食物鏈的最頂端 所以它體內的重金屬已經經過層層的累積 如果說是這樣子的一個魚原的 魚油的原料的話呢 那我覺得它重金屬殘留的機率很高 所以以前啊 十年前二十年前流行吃深海魚油對不對 現在不流行深海魚 因為深海魚都很大隻不用深海 淺海的就有淺海的小隻 所以說如果說你的對方 他買的是深海魚油 或者是他推薦你也是深海魚油 我連看都沒有要看 深海的魚油已經很落伍了很不流行了 現在還在那邊深海 現在是我是太搞笑是不是 現在是小隻的 大概是手長大小的小型魚 包含我們自己日常生活中吃魚 也要盡量選小型魚喔 好 那還有要參考的 考量的因素有什麼 就是吃魚油的時間要多久 那這一篇科學研究我非常的喜歡 他去分析了非常多的科學研究 然後當然有的研究是魚油有效 有的研究是魚油沒有效 那這樣子 那這一篇研究的話 他把這些全部都統整起來 有效的部分 我已經幫大家做紅色的標示起來了 就是YES 最右邊寫YES的就是有效的 那這個研究是要看說 那魚油要吃多久的時間才會有效 感覺才會出來 所以倒數第二個欄位 右邊數過來第二個欄位 就是Duration 就是吃的時間有多久 那大家一起來看喔 第一篇吃出有效的時間是多久 三個月嘛 對 第一篇有效的是三個月 那第二篇有效的是多久 16W就是16週就是四個月 那第三篇有效呢 12週就是三個月 那第四篇有效呢 8週就是兩個月 然後那再往下 12個月也就是一年 再往下 12W也就是三個月 所以這一篇研究看完 有一個結論 魚油最少要吃多久的時間 對啊 你們講的 科學證據講的就是這樣 好 那接著再往下看說 那魚油吃的量 劑量很重要 要多少才有效 那一樣的有效的 成功做出有效的 這個科學證據 我已經幫大家紅色標示起來 它中間有框起來 這個劑量是每天 要吃多少的 Omega-3的脂肪酸 那第一篇有效要吃幾公克 三公克 第二篇呢 第三篇 第四篇 第五篇 所以最少要吃幾公克每天 兩公克對不對 二公克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因為我怕你們睡著 我一定要做一個互動式的 那兩公克的魚油 如果說你透過天然食物的一個攝取 要吃多少呢 鮭魚 是我們所謂的很富含油脂的這個 魚肉的話 要吃120公克 我昨天有上網查價 要花你70到80塊台幣 那鮭魚的話呢 要吃幾公克呢 732公克 才可以得到兩公克的魚油 那這個要花你200到300塊 新台幣 那大家知道愛多美的魚油 如果說要吃 吃到兩公克的話 要花多少錢嗎 我們一顆魚油 平均來講的話 一瓶825塊嘛 所以一顆當它五塊錢就好了 我們直接就是當五塊錢 那我們一顆魚油 裡面的EPA跟DHA有 350毫克 所以如果說你要吃到 兩公克的魚油的話呢 要吃幾顆魚油 答案就是六顆 所以六顆 乘以每一顆五塊的話 花你多少錢 對啊 還30塊好便宜喔 愛多美的魚油買到賺到 還不認真吃 好奇怪 好 所以最後的話呢 幫大家重點回顧一下說 如何挑選品質優良的魚油 第一個 是否來自無污染的海域 非常的重要 那第二個的話呢 是不是小型魚種 比較不會有重金屬的污染 第三個 有沒有添加 它所謂的抗氧化的營養成分 也就是維生素E 然後第四個 它的萃取技術 以及第五個 EPA跟DHA的含量 所以最後的話呢 來看一下 艾多美 阿拉斯加的魚油的海域 是來自於哪邊呢 阿拉斯加我講出來的 對 那它的魚緣呢 它的這個魚種是什麼 小型的霞雪 所以不會 它是小型魚喔 所以不會有重金屬的一個污染 然後呢 它的生產技術的話呢 生產的製程 特別著重在它這個冷萃法 以及分子蒸餾 所以可以萃取出高濃度的 EPA跟DHA 不會有魚腥味 連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歡 那最後的話呢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很多人阿 因為魚油這個產品 是很多人都會吃的 所以不免俗的 要做一個簡單的一個比價 那艾多美的魚油的話呢 一罐825元 那這是它的營養標示 每一份的魚油 EPA加DHA是700毫克嘛 所以我的 我要算出來說 到底艾多美的魚油 每毫克賣多少錢 才可以跟其他的品牌 做比較說 我們的有沒有比較便宜 那每一罐多少錢 所以錢要擺在分子嘛 825塊 那分母的話呢 就是700毫克 每一份有700毫克 那這一罐有幾份 90份 如果說你要算成一顆一顆的話呢 那就是350毫克 乘上180顆 趕快一數 那是國小數學一樣的意思 所以算完之後 你會發現說 喔 艾多美的魚油 每毫克的售價是0.01元 那你再去跟市面上其他的品牌 像是A公司 B公司 C公司 你就會發現說 我們艾多美的魚油的售價 是A公司的五分之一 B公司的八分之一 C公司的十分之一 所以這艾多美真的就是買到賺到喔 所以最後的話呢 那一樣的我們這個艾多美的魚油 高品質的原料 使用非常的方便 小顆的你吞取都不會 都不會覺得說卡卡 然後呢 精緻的這個萃取的工法 不會有魚腥味 然後以及呢 它可以有添加 脂溶性的維生素E 可以幫你做魚油的保存 跟抗氧化的一個動作 那這邊它特別 幫大家標示出來的是啊 我們的魚油 每一顆膠囊的魚油含量 濃度高達95%以上 這指的是啊我們的魚油 幾乎百分百都是魚油 沒有偷餐什麼大豆油 沙拉油 花生油 如果有偷餐這些植物油的話呢 放在冷凍它就會解凍 但是艾多美對艾多美的魚油 非常有信心 我們的純度將近95到百分之百 所以我們吃的每一口都是最濃的 濃醇香的 好像不想幫別人打廣告的魚油成分 所以以上的話呢 就是今天為大家帶來這個魚油的 這個專題的一個深度也分享 那最後我想跟大家講的是啊 如果說你不曉得你的魚油 要吃幾顆的話呢 其實保健食品的吃法 跟著你日常生活中的飲食跟型態 來做一個調整 舉例好了 像今天有一個人很辛苦 流很多汗 站在台上 講了四十分鐘 那個人不知道是誰齁 謝謝 那你看喔 流這麼多汗 我的營養是不是會流失很多 然後能量會消耗很多 像這樣子承受這麼大的壓力 是不是需要的營養 營養需求就會比較多 所以今天的我魚油應該要吃幾顆呢 對你們要請我是不是 對 但如果說你今天有在家裡煮菜 有吃到魚 然後甚至三餐 每一餐都有魚的話 那也許你今天魚油就是一顆兩顆嘛 做一個保養就好了 可是要是你今天出門在外 三餐都沒有吃到任何的魚肉的話 是不是今天的Omega-3脂肪酸攝取不夠 那你回家之後就吞六顆再睡覺 就是這麼的簡單啊 所以其實保健食品是跟著你的日常生活中的 這個飲食來做一個調整 不會說顆粒素都非常的固定住的 好 所以以上就是今天的這個營養分享 謝謝大家